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预计将于本周末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 特朗普总统此前曾经表示 他会在此次的会晤之后 决定是否对另外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这次的特席会能否缓解两国间的贸易战 最有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今天的专家试点 我们先来讲讲 就有关话题 为您邀请到美国爱德飞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与我们一同探讨 王维正教授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 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 首先想请教您的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当前美中两国的贸易战 处于在一个持续僵持的状态 那么双方都表现出了比较强硬的态度 那您认为这次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能否缓和当前似乎是这种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呢 还是会带来这种相反的效果 就是说双方可能会这种不欢而散呢 我想各界对于美中这个打了已经一年多的贸易战 经过了数回合 然后到五月份的时候可以说是全面决裂 感觉到说是前途非常忧心 所以各界有很多的期望说 希望记得这个G20的峰会 这个两国的元首能够见面 然后气氛能够稍微好一点 然后能够维持这个继续谈判的这样一个势头 但是我觉得要去观察一下 说自从五月份双方决裂 事实上应该讲到说从三月份开始 这个中美的谈判的话 就没有什么重要的进展 主要的那些症结的话都还在那里 所以我个人对于这一次这个峰会 能够把这所有的问题依旧给解决的话 并不是非常乐观 您认为双方这次会晤最有可能的 这个达成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 这个川普总统的话 已经面临到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说 是否再把最后剩下来的价值3000亿左右的美元的 这个中国的输出品呢 加以关税 那么这个最后这个3000亿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是偏设到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一些产业 比如说像是通讯和电子产业 所以也换句话讲说 是川普最后剩下一张王牌 那这张王牌的话 也是会让中国那个会受到重大伤害的 比如说包括他这个要达成这个中国制造2025 所以川普的话可能不觉得说 这张王牌要随便的用 如果要用的话 就是你威胁他 然后能够让中国就范的话 这样是最好的政策 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 才用 那用完了以后也就没有什么王牌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说继续谈下去的话 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成果 换句话讲说 事实上现在对于最后要执行 打这张王牌的话 并没有太多的机械性 是 我刚才注意到您谈到关税 我们现在看到汤姆政府 已经对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 中国数美商品加征了关税 并且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可能还会对另外大约3000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说 几乎对所有中国 几乎全部了 是 那么您认为这个加征关税 现在看来有多大可能就是说能够促使中方 在一些这个美方关切的问题上提出 做出这种结构性的改革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在于在美国对于这次的贸易战的话 要求的是中国长年以来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那说真的话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好的法宝 那关税的话是一个能够已经引起了中国的这个注意的一个工具 所以执行下去我刚刚讲过 所以现在只剩下一张王牌 就是最后的那个关于中国产业升级的3000亿美元的那些产品的那个关税 那我觉得这个双方那个要要要要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的话 美国可能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那但现在看起来的话都没有比那个关税更能够引起中国的注意 那我不觉得说因为中国现在显然已经做了一个明显决定 就是说他要跟美国是平起平坐 然后绝对不接受这种所谓不平等的条约等等 他不把这个当作看作是这个西方的商业界对于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批评 还有他这个不尊重的智慧产权权的话 要拿到这个科技自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他把这东西把它混为一谈 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个所谓的贸易战 我最后如果能谈出一个什么结果来的话 可能跟当初大家想象的要差很多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什么成果的话 也不会是非常的耀眼 是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外界的分析 都是预期说这次的货物可能不会带来一种 就像您说这种突破性的这种进展 那么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 这个莱特希德他不久前在参议院的金融委员会 他作证的时候他说他不认为仅仅通过这个对话 能够解决两国间的经贸问题 他说这是一个已经持续了20年的这样一个长期的问题 那您怎么看 就是说现在除了对话 还有我们刚才谈到的关税这样的举措之外 您认为美国还能够采取哪些措施来这个推动和中国达成一项这个经贸协议呢 当然就是说在国际间要影响对方的这个行为的话 当然就是所谓的胡萝卜跟棍子一起 那现在的话这关税的话显然是棍子 那胡萝卜的话当然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市场 目前为止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对于中国的这个外销以导向的 然后跟这个政权稳定的话很有关系 那么美国的话毕竟现在还是高科技的这一个的领头羊 那这些的话就是说要想办法让中国感觉到说 如果美国哪一天被迫要走向逆向而行 就是说切断这所有这个关联 就两个这个最大的经济体要脱钩的话 这个对中国来讲的话是有决定性的一个痛伤 那现在这个关税的话 只是一个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法 那其他比如说还有限制中国的货品到美国来 要用其他的非关税的方法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美国贸易代表他讲说 对话当然是很好 但是如果最后谈的话只是谈谈了那么久 谈出来结果还是这样的话 那美国可能被迫要去做一些会伤害中国的事情 嗯 你刚才提到这个美中两国在这个经济上 可能会面临脱钩的这样一个一个情形 那么不仅我看到现在不仅是说这个美中两国 然后我还看到在这个有些分析人士 包括国会的这个议员们 他们也提出说美国可能会这个考虑就是联合他的盟友 在国际上形成一种统一的这样一个联盟 来应对这个和中国的经贸问题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经贸问题之外 那么这次会务中还有一个一大重点吧 那就是这个朝核议题 我们知道朝核问题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可能还会与这个习近平主席讨论到 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朝鲜的核问题 那么美国和朝鲜在这一问题上的谈判 我们现在看到也是陷入了一种一种这种停滞的状态 那您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或者说美国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 先回答您刚才提出一个观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美国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就是联合盟友来协调他们的政策 包括在经贸上的政策 外交政策等等 那我们看出来的话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 对于华为这个事情 那么至于说对于北韩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更加加强了我刚才讲的说 我们不应该对这次峰会抱以太高的期望 因为他们要谈的东西很多 甚至还包括香港 那至于说这个中国对于这个北韩的事情 到底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90%以上北韩的贸易都是对中国这个进行的 所以如果说美国这个透过的经济制裁 要让北韩就范的政策要能成功的话 没有中国的彻底执行是不行的 以前的中国的话就是打马虎眼 那直到2017年开始的话才认真的执行 那我这个川普 不是对不起 这个金正恩跟这个习近平最近才刚见过面 如果说习近平他能够从金正恩带来什么口信 能够让这个川普在这方面有些突破的话 或许会对这个中美的贸易战 达成一个对中方比较有利的一个结局的话 或许会有帮助 也许川普会认为他算是一个小公益剑吧 明白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的讨论就要搞一段落了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爱德飞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 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